创世纪第49章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 你们都来聚集 我好把你们日后避遇的事告诉你们 雅各的儿子们 你们要聚集而听 要听你们护亲以色列的话 语辩那 你是我的长子 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本当大有尊荣 全力操纵 但你放纵情欲 滚沸如水 必不得居守卫 因为你上了你护亲的床 误会了我的他 西缅和立位是弟兄 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灵啊 不要与他们同谋 我的心啊 不要与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 任意砍断 牛腿大惊 他们的怒气 爆裂可咒 他们的愤恨 残忍可阻 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 擅住在以色列地中 犹大 你弟兄们 必赞美你 你手 必掐住仇敌的景象 你父亲的儿子们 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 我儿啊 你抓了石 便上去 你屈下身去 我如公司 敦如母师 谁敢惹你 归必不离犹大 藏 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戏罗来到 万民都必归顺 犹大 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 把驴居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 在葡萄之中洗了袍卦 他的眼睛 必因酒红润 他的牙齿 必因奶白亮 西部伦 必住在海口 必成为停船的海口 他的境界 必延到西顿 以撒加 是个强壮的驴 卧在羊圈之中 他以安静为家 以肥地为美 便低肩卑重 成为苦苦的仆人 但必判断他的名 做以色列支派之一 但必做道上的蛇 路中的毁 咬伤马蹄 只骑马的坠落于后 耶和华啊 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迦德 必被敌军追逼 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 亚瑟之地 必出肥美的粮食 且出君王的美味 拿福他利 是被释放的母鹿 他出加美的言语 约瑟 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苦害 向他射箭 逼迫他 但他的功 仍旧坚硬 他的手 箭壮敏捷 这是因 以色列的牧者 以色列的磐石 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护亲的神 必帮助你 那全能者 必将天上所有的福 地里所藏的福 以及生产如养的福 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住的福 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 如永世的山林 至极的边界 这些福 必降在约瑟的头上 临到那与弟兄 窘别之人的顶上 变亚敏 是个撕掠的狼 早晨要吃他所抓的 晚上 要分他所夺的 这一切 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这也是他们的护亲 对他们所说的话 为他们所住的福 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 为他们祝福 他又阻护他们说 我将要归到我列主那里 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 以弗伦田间的洞里 与我主 我互在一处 就是在迦南地 曼历前 麦比拉田间的洞 那洞和田 是亚伯拉罕 向赫人 以弗伦买来为业 做坟地的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 和他妻子沙拉 又在那里葬了以沙 和他的妻子利百家 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 原是向赫人买的 雅各祖父 种子已毙 就把脚收在床上 弃绝而死 归他列主那里去了 对